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可以这样的理解 就是我们人受到的影响 人是在地上 人是在地上 这个地可以代表中央物极土 那么其他的一些五行 就是金一木水火 对于大地的影响 它都是从天象上来的 在天成像 在地成形 所以说所谓的地支 它是一种 就是从本质上讲 它是一种被动的东西 它是一种兽 就是一种兽体 就是个人为 这个钱为天 坤为弟 钱为男人 坤为女人 这个地支是承受这个天干的一些作用的 同样那么地支里面藏在天干 那么实际上也就说明 我们这种八字 它最终发生作用 它纯粹都是天干的作用 实际上 当然这样理解 大家可能会觉得 那跟地支就没有什么关系 它当然是有关系的 但是地支的相互关系 也是通过它的藏干 来发挥作用的 就好比是说我们这个地球 它的能量来源是源于太阳 如果没有太阳 太阳可以认为是天干 没有太阳这个天象的存在 那么地球那就不存在生命了 不存在生命 那么说五行就不存在了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地球上 这所有的万物生灵 它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 它拥有的能量 它的精神 它的气质等等 它都是屏服着这个太阳 这个能量来的 就是万物生长靠太阳 那就是意思 就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的人 我们的能量 我们的能量来源 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色中性 我们的生命 都是跟太阳是息息相关的 也就是我们虽然 我们是地支 但是我们地支里面 隐藏着就是天干 代表着我们的力量来源 是源于这个天的 就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这个地支藏干的组成部分 组成部分里面 它实际上是分为这几个 就是分为这个本器 本器 中器 和鱼器 其实这个很简单 就是比如说 就一个的话 它一定就是本器 比如说紫水里面 汤鬼水 这就是本器 它是百分之百的 汤鬼水 这个毛木里面 有银木 然后有金里面 汤鲜金 其实 紫毛有 就是四正碑 就是四正碑 东南西北的 四正碑 只有五不一样 五火不一样 有人说 既然四正碑 其他三个 都是藏一个天干 那么五火 也应该只藏一个天干 比如说只藏丁火 当然这种说法 也有人认为是这样的 就是为了统一的角度 但是一般我们通的 还是认为 它是藏着几土的 因为火土同工 然后藏两个天干的 就是本器和中器了 就是你要记住 藏两个 它不可能是本器跟渔器 它一定是本器跟中器 比如说五火里面 藏着丁火 几土 人水里面 亥水里面藏着人水甲木 亥水里面藏着人水甲木 主要是两个 然后呢 这就是藏三个天干的 那就剩下的 这些都是藏三个天干的 藏三个天干的 它就比较多了 它就比较多了 然后呢 比如说咱们举仇土为例吧 仇土 就藏着几土 鬼水跟心晶 就是几土是本器 鬼水是中器 心晶为鱼器 或者是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心晶可以认为是木器 就是木器是什么意思 就是 因为仇土是金的木库 仇土既然是金木 它里面一定有这个晶才行 没有这个晶 这个木就是空着的 所以说它一定是藏心晶 那么这个木 这个木 这个晶 它已经是作为渔器存在的 它的能量占10% 可是就已经奄奄一息了 现在也是 你看尘土里面 尘土是水库 那么它一定是藏鬼水的 一定是藏鬼水的 大家要理解 就是人死了之后才入木 也就是说 阴的东西才入木 也就是说入木的那个五行 一定是阴性的 比如说丑土是金库 那么入木的金一定是阴金 就是心金 尘土是水库 那么入木的那个水一定是鬼水 是阴水 它只占10%的能量 它是渔器存在的 渔就是奄奄一息了 就这个意思 然后 卫土是 卫土呢 是木库 是吧 所以有以木 它就是阴木 也就这个意思 大家一定要去理解 这个意思 虚土是火库 那么它就藏着阴火 它就是丁火 只占10%的力量 是渔器的存在 另外也有人会说 把中气 有人把中气 当成渔器来看 这个中气当渔器看的话 是季节的渔器 季节渔器 比如说 这个丑土 丑土 丑土的话 是亥子丑三会水 对吧 亥子丑三会水 冬天是水旺的 冬天是水旺的 亥月水旺 子月水旺 丑月 其实它也是水旺的 对吧 也是水旺 但是它里面的这个鬼水 是水的鱼 对于水的鱼器存在的 所以说 如果我们说 抽筒里面的鬼水 是鱼器的话 它不是指的是 本气中气鱼器的 这个鱼器 它是指的是 这个季节 冬季 它的这个鱼器 你这样理解 大家一定要 这样理解 就是你很多说法 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大家一定要去理解 然后它在下一个 这个 它会自动什么了 自动跳过来了 我来调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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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现在我们一个个来讲一下 一个来讲一下呢 就是比如说 这个子水 子水里面 只藏鬼水 它就是本气 就是上面这个图 我们再一个个的讲一下 那么丑土呢 就是藏几土 心经鬼水 本气是几土 是吧 然后呢 它是藏着水的鱼器 这个地方 你可以说清楚了 你看 水的鱼器 金的木库 金的木库 这个水的鱼器 不是说 不是说 这里面 鬼水是对于鱼器存在的 是指的是 它是水的鱼器 就是冬天的 这个水的鱼器 其实本质上来说 这个里面的鬼水 它是中气 是吧 那么这个金 是心经是木器 也叫鱼器 然后银木里面 它的甲木 冰火 物土 本气就是甲木 它是甲的鹿 比如说 天干有甲木 地之间银木 它就是鹿 是吧 同时银木 那还是 活于土的长生 所以说 这个是件冰火 冰火坐在鱼木上 就做长生 就非常旺 这个咱们讲过 但是物土做鱼木 它就不是做长生了 物土做鱼木 是做切杀了 虽然活土 是同工的 但是在 十神上 它还是分五行的 它不是活土一样的 那就是 它活土同工 指的是十二长生 之后我们也会讲 十二长生 是十二长生里面 这个 活土是同工的 但是从十神的角度来讲 那活土肯定是分开的 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把它毁为一坛 这就是某木里面 是藏着鱼木 是它的本气 就一个 是它的路 是它的路 路啊 阳寨啊 这都是色 就是都是这个 十二长生的 成土里面 它物土鱼木和鬼水 本气是乌土 水的木库 木的鱼气 这个木的鱼气 它里面 它以木是吧 这个以木 这个以木 这个也就是鱼气了 这个鱼气 它是指的是中气 指的是中气 它是 这里说的鱼气 是指的是春天 最后一个季节 最后一个的意思 四火里面 它冰火 它冰土 它冰金 本气是冰火 本气是冰火 它是冰火 跟露土的路 冰火跟露土的路 因为火所成功嘛 就是就是它的陆地嘛 从射长的角度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从 是神的角度的话 那 那四火 是露土的什么 是露土的印 它是金的长生 金的长生 金的长生 因为地质 它里面 四火里面 它也含着金的 就是金的长生 然后五火里面 是藏着钉火 跟基土 本气是钉火 这个五火 也是钉火 跟基土的路 也就是火土同工 从十二长生来讲 是同工的 这是五火 同时是钉火 跟基土的路 但是从师神的角度来讲 五火是基土的命 魏土里面 藏基土以木 和钉火 本气是基土 它是木的木库 木的木库 木的木库 还有火的渔气 火的渔气 这也说是火的渔气 是季节的渔气 这个不是指的是 里面的这个 丁火为土的渔气 然后再说圣经 圣经就藏着 耿经人水勿土 这个圣经的本气 就是耿经 它是它的路 它同时也是耿经的路 它是水的产生 在水的产生 当然 从卦象上讲 如果从六窑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生经 它也是土的产生 这个如果你去六窑的话 你就能够知道 然后有经 它就比较重退了 它就救新经了 它是原来本气 虚土是火库 它是有物土 因火跟新经 然后本气是物土 它是火的木库 还有这个经的渔气存在 最后一个季节的 这个经 亥水里面就藏人水和甲木了 亥水 亥的本气是人水 也是人水的路 就是人水是羊水 加了亥水之后 气势宏大 就是水很非常的旺 水非常的旺 但是这里面亥水里面 甲木也很旺 我也讲过了 然后如果再加木的话 然后就是水是木的一个气势 因为它是木的长生 木的长生 而且这个长生本身就是生的意思 因为水是木 所以说我们之前讲过 这个四长生里面 比较特殊的就是四火 比较四火 因为四火作为金的长生 它本身是克金的 所以说它的长生的意义 它的长生的含义 就不如亥水 是甲木的长生 生金 是这个 生金 是这个人水的长生 还有这个银木 是冰火的长生 依然那么强大 然后 再一个就是 之前也有人问过我 当然我们的学徒里面 对接是没有人问了 但是刚开始有人拜师的时候 是有人问的 就是 嗯 这个 地支的这个师神 怎么表示 比如说这个冰火 我们说冰火 这人生的紫月 这个子水到底是 是正观呀 还是七杀 当时我就没有明白什么意思 他就说你看啊 冰火是阳火 子水是阳水 是吧 当然其实子水 它也是阴水 它是外阳内阴的 子水 当然外阳嘛 所以说它因为是地支的第一个嘛 几树为阳 也可以是因为它是阳水啊 那么 他说它也是阳了 它也是阳 它不是应该是七杀吗 它怎么应该是 变成正观了呢 那实际上我们就理解了 就是 地支的这个师神关系 它是用藏杆来表示的 就是 你可以认为地支 它本身是 是没有师神的 地支它本身 是不包含师神关系的 它是用藏杆来表示的 也就是紫水 是炳火的正观 它不是紫水是正观 它是紫水里面藏到鬼水是正观 鬼水是阴水 炳火是什么 是阳火 那就是 这就是 银克阳嘛 这就是正观嘛 这个意思 是吧 那么同样说 这个银木 银木是炳火的 是长生 这个是长生 长生就是从 地士 也就是十二长生的角度来讲的 那么从师神的角度来讲 是什么 是偏硬 是吧 但是所谓的偏硬 它也不是说 这个银木是偏硬 它指的是甲木是偏硬 就它藏着这个甲木是偏硬 所以说你 我们讲巴夫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 这个 这个师神 它都是写在唐杆的上面的 它没有写在唐杆的上面 所以说你会明白了 师神 它表示的是 这个天干 跟地支的唐干的关系 因为它本身 都是由天干来表示的 它跟地支 你看见没有关系 当然也是有关系的 当然是有关系的 但是它的表现形式 是通过唐干来表示的 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这个银木 这个银木是偏硬 实际上是指的是甲木是偏硬 那么它还藏着冰火 是吧 藏着冰火 那它那个冰火 就是它的长生的原因 那你要是长生 你要是某一个五行的长生 长生 你里面一定有才行 你没有它生不出来 是吧 就女人怀孕才能生孩子 它不怀孕才怎么生 所以说 如果银木是冰火的长生 那么它一定里面就藏着冰火 一定是藏着冰火 而且是作为中气存在的 中气存在的 然后它就是它还藏着木土 木土是谁 它藏着木土是谁 这本身一个就是木生火 活生土的一个结果 那就是上面我们讲到 地质所有的关系 行冲和害的关系 它本身实际上都是 跟智力藏干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然后呢 这个再讲了 就是说 这个本气是其主要作用 就是我们如果只看一个的话 就像我们看一个人一样 我们做个最简单的分析 就是这人是好人 怀然正直的人 还是不正直的人 我们就可以做个分析 是吧 那么我们再分类 我们就可以分出来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他在生活中出于什么阶层 他是南方人 北方人 中国人 外国人 是吧 这种分类 所以说 对银木来说 我们只说一点 是吧 那他就是假木 他就是偏硬 这是只说一点 如果说两点 说三点 那就说到冰火 就说到雾土了 就是地质的复杂性 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所说 天象是比较纯粹的 是吧 天象 太阳就是太阳 月亮就是月亮 什么就是什么 那地上的象 它就比较混杂了 就比较混杂了 就不太一样了 所以因为它这里藏干 藏的比较多 我们 那么 那么如何去给他做 这个力量的分离 今天我们说了 你几个词 不管是 我能看见了 我认识看 平时是吧 现在可以了是吧 现在可能刚才这个网络 是不是有有不好的地方 如果有不好的地方 到时候我们可以要先看一下吧 先看到时候直播回放吧 如果有不好的 我们到时候可以重新录一下 我们到时候可以重新录一下 那么这里面的话我们开始讲了 就是丑土的话 你可以看是基土生心精的 心精它是生鬼水的 按说它的相生的关系的话 那基土是占60% 那么心精应该占30% 是吧 为什么鬼水占30%呢 因为鬼水它本身是冬天的 就是丑土本身是冬天的最后一个季节 最后一个季节 所以说在它在这里面的时候 水是要占30%的 就这样来去做一个分类 同样这个卫月是吧 卫月是丁火 卫月它是火的最后一个季节 那么火作为这个中气存在 它是要占30%的 所以说你去这样去分的话 你就会发现确实又能够讲通了 比如说虚土 它是精的最后一个季节 就是秋间未进最后一个季节 所以这里面藏着心精 它就是要加个人之三十 就这个意思 那么成 它里面以目是最后一个月份 目是最后一个月份 所以这里面要藏着以目 它就要去加30% 就这样去分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就是地支 这就是地支 对地支藏干的深度理解里面 那么实际上我们说了 地支所有的关系 所有的关系 它都是源于这个藏干的 就它一定不是可有可无的 它是取得关键作用 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 就是 其实地支所有的关系 它是一种从天文学的角度 来做的一个分类 从天文学的角度 做一个分类 但是我们不考虑天文学 我们只考虑这个 这个地支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这样来讲 就是我们可以说 所有的行冲和害的关系 都跟地支藏干有莫大关系 甚至可以说 都可以从地支藏干的关系里面体现出来 跟它论证出来 就这个意思 那就是地支的行冲和害的关系 它是影响到藏干的 比如说 神的神山和水 神的神山和水之后 你都变成水了 都变成水了 相当于水的力量是增强了 那么神经作为长生 作为长生 它就化长生 化长生 那就相当于基因的气势 就非常弱了 从这个世神的角度 它还是存在的 但从五行的角度来讲 你可以认为 它就完全变成水了 成土也是 它本身是水库 为土 但是它化水之后 它就是土生金金生水 它的气势也被泄霉了 从五行的角度来讲 它也是有点名存实亡 这个感觉 就这样去理解 同样地支的藏干 对地支的组合 也起重的作用 这个肯定的 它就是地支相互作用之后 如何去判断吉凶 造成民主的影响 它也是有藏干相互作用来决定的 就比如说 比如说程序冲吧 程序冲 当然谁冲谁 还是有影响的 比如说 这个尘土去冲虚土吧 程序冲虚土 那么可以认为是土越冲越旺 里面的鱼器都不存在了 但是同样鱼器都不存在的话 都受损伤 它受损伤的程度 还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程序冲虚的话 那尘土里面有鬼水 鬼水就可以冲这个虚土里面 就刻虚土里面在这个丁火 那丁火就可能被灭 当然水也受伤 那么这里面如果丁火是用神的话 那么 那么它就是身当于变凶了 如果丁火是祭神被刻了 那么土越穷也亡 土是用神 那就变好了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 你就看地质的糖干 它会产生一个什么关系 然后到底是用神受伤 还是祭神受伤 来判断他的鸡胸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一刻呢 我们就暂时就讲到这里 大家如果有什么 因为这节课没有去讲案例 还是讲到这个治理糖干 大家可能有些地方 可能会不是很理解 这样的话 你就去重点去看看那个什么 就是我那些 讲的一些案例 比如说视频那些案例 还有一些咱们网课之前 也讲过那些案例 你就讲那些 看那些案例 然后呢 你提完这些课 你再去看我讲那些案例 你就确实就能够明白了 这是我讲的 怎么判断用谁 比如说取用神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从治理糖干里面 取用神 比如说 这个神经 神经里面它本身就有人水 那么神经里面的人水 就可以当用神来看 比如它吸水的话 比如说我们有丑土 就看见丑土存在了 比如这个八字吸水的话 这个八字吸水 但是这个八字很燥 很燥 但是它就有一个丑土存在 那丑土 它是石土 它就可以会火 它里面就有水气 那么这个丑土 它就是观念的用神 为什么它是观念的用神呢 因为它的 因为它的这个里面 藏着中气是鬼水 是占百分之三十的力量的 它就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就是取用神的时候可以这样 这就是地质周的关系 相互关系 谁先跟谁发生关系 谁跟谁后发生关系 发生关系之后到底是鸡还是胸 它都是看地质藏干 来产生作用的 那么我们说为什么六十三十十这么一个分类 其实我们也讲过了 这么一个分类 它就是根据它的本气中气渔气 就是做的这么一个分类 本气中气渔气这么一个分类 当然这个说法是误区的 这个说法是误区的 但是不全面的 就是中气 它并不一定是百分之三十 就是因为这个似乎的存在 就因为似乎的存在 因为我们说了这个十二长生 它是同有五行的 因为五行是更高的层次 它要先一同有五行 那么五行就是相生相克 对吧 那么火就是生土的 火就是生土的 那么土是占本于三十的 然后火是克金的 这个金它才只占本于十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去似火 它的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么大家去记的时候 大家就按照这个口诀来 就按照这个先后顺序来记就行了 比如说 抽筒里面它叫鸡鬼心 就是鸡就是六十 鬼是三十 心是十 是吧 荧幕里面它是甲饼物 六十三十 那么它两个人 丁几 无火里面它是丁几 就是七十三十 就这样来去记就行了 如果大家想深入的去理解的话 那我就告诉你 这个心金是什么 这个心金是木器 是吧 这个心金是木器 木器往往是这样的 但是这是自活里面 这是一个分类的 这个它不是 这个鸡 这个梗鸡它不是木酷的意思 然后呢 它就是chether 就是季节的最后一个月 其实往往就是中期 它就是占百分之三十 就是未月 这个是夏天的最后一个月 它里面就有火 是吧 它是丁火的 是愁 这个冬天的最后一个月 冬天最后一个月 冬天是水旺的 所以鬼水就在本月三十 大家就这样来记 这样来理解 就可以了 慢慢的你想把它记住了 记住之后 你记不住也可以 大天知道它的力量的强弱对比就行了 它还是跟季节相关的 跟五行的深刻相关的 跟我们所说的 蛇地址啊 这个长生啊 路啊 帝王啊 还有木酷啊 只要是根据这几个有相关 就可以了 好了 这些课关于这些 这些课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